在《鬼灭之刃》动画作品中 目前鬼杀对柱子别成员已经全部到场 主公展开的祝贺会议 也将炭治郎与你豆子兄妹二人 追上了庭审阶段 显然丰柱对你豆子的存在过激的极端 对你豆子造成的伤害也不容小亏 在这庭审期间 九度每个人表达的态度 说出的话语都体现出了他们的性格 提前出场的水柱师兄义勇和重剧蝴蝶人 也是让粉丝们清新的对象 在《蜘蛛山之源》的入图中 人姐对义勇的调戏 也展现了她极为腹黑的一面 其实在这样一个高级腹黑的人姐面前 有多少小伙伴发现了人姐的超高情商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吧 人姐想必大家都知道一个 有姐妹的鬼杀对重創 而且腹黑程度是最终无人能比的 因为身材娇小力量 有限也是最终唯一一个 砍不下鬼族脖子的剑势 但是她独有的配件 和用独调和的技能 只要制造伤口 就可以让鬼族毙命 而且与炭治郎 同期通过烤盒的栗花落向奈部 还是她收留了妻子 这个组合不仅在鬼杀 最终剿灭鬼族 还是最终的医疗阵容 人姐在蜘蛛山救下了 命人一线的善意 人姐的腹黑程度 在面带微笑的情况下 表情义勇这已经是成为家常便饭了 在对于鬼的剿灭中 内姐的遭遇大家都立立在目 对内姐的玩弄过程 就已经体现了人姐的高级腹黑 让内姐回答问题 说与她友好相处百般调息 还要将内姐进行解剖 让其自己治愈后 重复进行惩罚的过程 直到内姐最终忍活黑人后 她施展了重支呼吸将其毒杀 全程面带微笑 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孙典被救助时 也是人姐在毒杀内姐后才出现 除了腹黑人姐也有相当高的情商 和事情的分析判断能力 虽然在蜘蛛山出见女斗子 都要下手斩杀时 被义勇挡了下来 后面为了追击女斗子 又被义勇抱住了 只是一切在履行自己 身为鬼杀队一员的职责 但她对义勇如此反常的举动 明显也是有所在意的 在听力量将女斗子 和汉之王两人带回总部时 人姐就停止了攻击 也非常的明显 强烈反对毁的存在 就算得知了命令 人姐也是可以 毫不留情地除掉女斗子 在第二点上的内姐时 孙典被蛛丝团容掉了衣服后 才被人姐放了出来 在这里我们分析一波 孙典被困后 人姐感到没有及时的救助 而是选择了玩弄内姐并毒杀 在内姐还存在的情况下 如果选择了先释放被困的村田 那么村田的战斗力 可能会在战斗中丧命 而先毒杀再救人就保住了 村田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虽然只是融掉了对付 在二十二话动画剧情中 审讯炭治郎时所有部的成员 都不想给炭治郎身边的机会 虽然人姐破黑 但还是要炭治郎说出事情 并且根据伤势还给炭治郎 配备了止痛的药物在水中 封住的暴躁出现 和暴躁举动人姐的笑容 也逐渐地消失了 所说主公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而连姐能够嘴确攻击状况 另一方面还是想知道 是什么原因可以让医务奋不顾身 阻止自己 所以连姐的情商不必于 她所拥有的不配程度 谢谢大家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